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气候变化对地球的损害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气候对地球的变化是因为人类排放的吸热温室气体 我们可以看到气候变化的效果 冰川和冰盖正在缩小 河流和湖泊的冰块正在提前破裂 植物和动物的地理范围正在发生变化 植物和树木正在更快的开花 科学家预测的效果正在显现 比如说海冰流失 海平面加速上升 强度更大的热浪 证据表明气候变化的净损害成本可能很大 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一些变化 如干旱 野火 和极端降雨 的发生速度比科学家之前评估的要快 事实上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现代人类以前从未见过我们观察到的全球气候变化 其中一些变化在接下来的数百年或数千年内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说它这么多 它觉得像个不重要的 但很差 它是真正 而为 because hasn't the climate always changed what exactly is climate change why should we care well the earth's climate has changed throughout history most of these slight changes are caused by small variations in the earth's orbit but climate changes we know it today is characterized by an abrupt increase in the earth's temperature it is estimated to have gotten one point two to one point four degrees fahrenheit warmer in just the last century ten out of the 未经过13年, 也是在更新的年代表 97%的科目企认认为,这新的温暖的新年代表 不是可能因为性格来的温暖的温暖 但可能很可能会被人的温暖 这也就是你,我 之后,我们连向了一段时间的 我们都在这一段时间 你用到看这个视频 或是用到航空的航空中的航空 它也认为我们增加了产党的货源 而在转换了很多货源的货源 在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那些货源在温暖的温暖 但在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是危险的温暖的温暖 现代温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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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因为我们的温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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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气候变化从一级到另一级 影响着我们的星球 从1901年到2016年 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8华氏度 地球平均温度一两度的变化 可能会导致气候和天气发生危险的变化 自1993年以来 海平面上升速度从20世纪的部分时间的 每年1.7毫米加速到每年3.2毫米 冰川正在缩小 自1980年以来 30个经过充分研究的冰川的平均厚度减少了60多英尺 自1979年以来 夏末北极海冰覆盖的面积已经缩小了约40% 自1958年以来 大气重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25% 自工业革命以来增加了约40% 与长期平均水平相比 雪融化的更早 以下是一些行动你可以干来帮助防止气候变化 你可以通过降低供暖或制冷来节省家里的能源 你可以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你也可以多吃蔬菜 你也可以回收更多 你可以改用电动车 最后最重要的是 不要忘记大声说出来这个话题 尝试提高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才有用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has been speaking at the launch of the IPCC report and said everyone needs to work together quickly to achieve the climate change goals Today I am presenting a plan to supercharge efforts to achieve this climate solidarity pact through an all-ends-on-deck acceleration agenda It starts with parties immediately hitting the fast-forward button on their net zero deadlines to grant to global net zero by 2050 谢谢你听我的新闻 现在你听完了我的新闻报告 我鼓励你想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 气候变化对世界有哪些影响 第二 为什么防止气候变化很重要 我也想教你们十个新的声词 我在我的报告里用了 第一 全球 全球就是entire world 第二个 吸热温室气体 Heat-trapping greenhouse gases 第三 人类排放 Human emissions 第四 湖泊 Lake 第五 破裂 Rupture Break up 第六 地理范围 Geographic scope 第七 海滨流失 Sea ice loss 第八 强度 Strength 第九 海平面 Sea level 第十 证据 Evidence 谢谢 谢谢你听我的新闻报告 你听我的新闻报告 欢迎订阅